大家平时出门散步的时候,在街道或者小区的花园里总能看到一些流浪猫,它们看起来干干净净,也不像是被主人抛弃的,其实很多这样的猫都是离家出走的,那么为什么这些小猫离家出走后就不愿意回家了呢?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 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,猫是一种很高冷的动物,它们个性都是十分独立的,生存技能也很强大,这样的性格导致猫天生就是一种桀骜不驯的动物,养它的时候只能好好宠爱着。 如果我们让猫有一点不满意了,它们有可能就会离家出走,在野外自己生活。 另外猫离家出走,很有可能是因为到了发情期,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给猫做绝育,在发情期的时候,它们就会自己出去寻找伴侣,跟伴侣相处融洽的话,就可能不会再愿意回到家里了。 除了这些原因外,猫离家出走还有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了新的宠物,它觉得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略,心情不好就会离家出走,或者是因为主人搬了新家,环境的改变,也会让猫咪急于寻求属于自己的领地。 如果家里的猫无缘无故就离家出走,也有可能是因为生病了,不愿意让主人难过,它们就会自己躲起来。 其实猫咪天性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,不喜欢被拘束,所以家养猫咪的话,最好不要放进笼子,应该都让它走动,多数的猫还是更依赖家庭的温暖。 所以只要好好照顾猫,关注它们的身体状况,给它们更多的自由,猫就不会离开我们的。 那么大家有养过猫吗?你对猫这样的宠物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留言交流,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,请关注我们。